家里的房子太薄了 所以我要重新改一栋 这个位置挺好 就这儿吧 嘿嘿 我又能出新房子了呢 真美啊 吃吃点东西去吧 嗯 该去哪里建泳池呢 村子里的空地可不多了呢 哎呦 这块地就挺不错的 把这栋房子拆了 建泳池 没问题 交给我吧 搞定了 完全是按照您的工作座的 我先走了哈 哈哈 黄金泳池 这才符合我的生活呢 呵呵呵呵 等等 我的房子呢 怎么被改成泳池了 真舒服 回去咯 压的 我刚出的房子 就被这小子给拆了 给我站住啊 我 呀 我去 无所谓 把那个刁鸣给我打发掉 好的国王大人 哦 白死的刁鸣 我送死了 哦 这不是欺负人吗 我的房子 现在我又无家可归了 你看 那边有个很奇怪的箱子 我闻到了宝藏的味道呢 哦 打开瞧瞧吧 啊 药水 能让我获得墨影之力 不过 为了复仇 我豁出去了 嘿嘿 我感觉全身都充满了力量呢 哎呦 我真的顺移到森林里了 看来这个能力很靠谱呢 呵呵呵呵 这小子果然睡着了呢 看我直接睡一进去 哟 小伙子睡得挺香 既然如此 这箱子里的宝贝 我就不客气地收下咯 拜拜了 宁里 呀呼 早上好啊 等等 我的宝箱呢 怎么不见啊 啊 家的 居然还有人敢偷我的东西 看来得加强一下防范才行 在这里去个告示吧 哦 可看 我玩家又有新的告示嘞 我看看 加固房子是吧 这个还不简单 我家里正好有一扇大铁门呢 我问他来完成任务吧 哦 嗯 这样应该就没问题了 今晚上看看笑我 呵呵呵呵 哦 铁门 这玩意儿 可挡不住我呢 哈哈哈哈 嘿嘿 昨天身上的空间不够 所以很多东西都没有拿 今天再拿一部分宝贝走吧 谢谢了哈 呵呵呵呵 国王国王 我的防范门效果怎么样 嗯 不行啊 空气还是丢了 我现在正残忍了呢 哈哈哈哈 鸭子 刚好遇到一个硬茶子了呢 既然防不住 那就从原土解决问题 是时候把家里存活拿过来了呢 嗯 没错 我又来了 这一次什么都没来 看来是放弃底判了 喽 已经没啥东西了 就把这个皇冠拿走吧 嘿嘿 我现在也是国王了 丢了丢了丢了 国王国王 你昨天晚上有丢了东西了 丢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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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丢 原来抽水是他哦 我知道这个人 他好像住在森林里 去找找看吧 快看 应该就是这里没错了 这小子还在睡觉呢 晚上得多累啊 嘿嘿 让你也体会一下被别人偷东西的感觉吧 把他的全货全部带走 然后把这个锅带给国王 让你小子打我 我这是个天才呢 等等 我的宝箱呢 你们全不见了 是谁干的 哦 原来又是那个国王哦 本来想饶你一命 既然这样 那我也就不留情面了 直接把小房子带走 哇 哈哈 真爽 早上好啊 等等 我的城堡呢 怎么没了 哦 我真倒霉啊